楊明蝶的創作 從過去多年對於版畫的研究 他打破版畫過去平面呈現的方式 透過藝術家對於版畫 以裝置的形式來呈現 並且大量運用一般版畫所不常使用的媒材 包括金屬 玻璃和紙質 讓當代版畫創作呈現一種更微妙更複雜 更具有挑戰性的一種創作形式 因為版畫美材一開始很吸引我的原因 是因為它有一個很間接的狀態 就是它其實會需要一個主體 就是版材 主要的版材 去壓印它或者是複製它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很多個 幾乎長得是一模一樣的作品 那我就覺得這個複製的狀態其實很有趣 像版畫這類型的東西 其實在我們生活周遭也非常常運用 比如說鈔票文宣書本這類型的 那我就覺得說它其實是跟所有的人 都是很有很緊密的親密性跟很多連結的一個媒材 因為我長時間就是做了版畫相關的作品 所以我就會從它身上感受到一些很很細微很情感上的 比較像是它在複製 雖然它複製 可是它卻長得不太一樣 那我其實很喜歡它在這中間給我的一些落差感跟驚喜感 作品裡面有出現很多影子 鏡子這類型的元素 因為就是當你在照鏡子的時候 其實也是有一點像是你自己的身體跟你的樣子是 有點像是板子一樣 然後對應在鏡子裡面的就是不是你本人 可是卻跟你本人長得一模一樣這樣子的感覺 這些作品裡面有非常多的就是有一點點浪漫 或者是有一點點就是很像是你在生活中的某一個瞬間 所感受到的那種氛圍 或者是你突然間察覺到了某一個細節那樣子的感覺